兄弟们 以为今天不上班 不上班这回我得通知了 以前咱发视频 现在视频也没了 现在视频也没了 今天有几个 炸裂 今天也算什么炸裂呢 在这个 俄罗斯被偷家的情况下 大地宣布明天 访问阿塞拜疆 正在压整个 高加索的火 完了为 中东大战 这个节骨眼出国访问 那真拿老美 美西方不当个事 真拿这个北约 你当啥了你们的 我北约策划这么长时间 狂狂舆论一顿壳 我杀进去这么多人 我这家打的这么牛逼 天天拿一家互联网 一顿吹牛逼 你怎么还出国了呢 拿人不当人呢 哪有这么干的 你这根本没拿老美 当人看呢 这打着打着 怎么进来你还出国了 这个小事啊 第一时间大地紧急与八零后通话 通完话 八零后又打电话 打回去了 俩人 一人给一人打个电话 据说远东的火车皮 现在人满为患呢 真照七哥这话来了 那我直接疯神了 昨天我大胆的预判 八零后又清朝出痛了 有这么玩 那直接就来了 大战开启了 这这么第一时间 可电话 不会吧 我也没想 不是 现在有几个点呢 七哥预判 这个我说八月底 九月初八零后出兵 但是有个前提 是北约 你得试那个样 你们美英法德 你们得抱团 源源不断的武器 重装备 加北约士兵 得运进去 你们得源源不断干进去 那八零后是必上的 如果北约没有 后续不敢动了 那乌军基本上 就被瓮中捉鳖了 今天反打已经后退了 而且乌克兰被 整个部队的俘虏 今天的视频 狂狂全发出来了 乌军第二十二 独立机械化旅的一个分队 向俄军有组织投降 今天各种投降来了 完了开始反打了 又爆出了乌军要跑路 你说这他妈一天 我也讲不明白 就是 现在啊 首先一点 七哥昨天恨铁不成 刚刚的说了 我说北约被逼到墙角了 这次策划很长时间 干肯定得干个漂亮仗 第一能减轻中东的压力 能减轻亚太的压力 老美必须得有后续 如果光给一万二千人送进去 送完他妈啥事没有了 那不就 那他妈不更打脸了 那不就完了吗 那不就大势 大势已去吗 所以说按照我的战略 就是正常人的战略看 北约必须源源不断往里扩 你扩的过程中 俄军要不调动乌冬 那就是八零后输场 很简单 你是北约组织策划进去 八零后有理由过去干去 如果八零后 真进去了 那就引出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 大地故意给他们放进来的 早晚跟北约有一战 乌冬前线的消耗人头脚肉战 北约他不会往里填人头 所以说故意放进来 把北约放进来 才能促成八零后出兵 所以说 现在的整个战略方向 如果按照这个方向走 那是必出兵的 当然了 还有一个最重要点 那就是 我每次吧 预判咱家的战略 中俄的战略 基本上不偏不移 差不了太多 战略推演 但我每次推老美这块 七哥就有点推不动 你们没发现吗 就这帮西方 这帮狗懒的 也实在是他妈的 跟无头的苍蝇似的 策划完了 一看他妈事不好 都当缩头乌龟了 德国今天宣布 由于乌克兰炸毁了北纪管道 德国将宣布禁止向他援助武器 我看着这条新闻 我差点没气炸了 真不配合呀 这帮狗揍啊 整着整着 内部又干起来了 小三得子又害怕了 小鹰网上拱火 三得子又害怕了 美国发言人今天又说 乌军进入俄本土 将对乌克兰非常不利 这他妈啥玩意都是啊 能不能硬实点 按着剧本走啊 整整就他妈怂啊 这这帮美西方你说吧 我没说他们无头苍蝇 一旦他妈一看事不好 遇着硬查 掉头就跑 翻脸不认人 我那天他妈突然之间宣布 北纪管道是乌克兰干的 我就说老美就在等着 如果占优势 就往里整了 不行了 就妈把我妈泽连斯基卖了 得 他们就是这玩 所以说 对啊 哎呦我操 不能喊了 不能喊了 不行了 结果上卖 哎呦我把我气完了 这帮狗子我真打啥也不是 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 好不好吃 我这块儿 我这块不亮呢 我这块不亮呢 歪歪歪 这么多人看七哥 歪歪歪啥呢 好使 好使就行 好使 行行行 哎呦卧槽 哎呦卧槽 七哥告诉你们一点 我为啥这个战略预判对我来说很重要呢 八年后一旦出兵 战场必定燃烧到 剥离到地海三傻跟波兰 就是什么呢 我说过中美要是真有一战 那就给欧洲把他们直接 打包带走 那是最好的战场 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所以说我希望给他们燃大点的 这次他们偷袭 俄老家 是不是偷袭俄罗斯的 本土 那接下来八年后派兵过去 玩了白鹅波兰波罗地海三傻 全玩起来 对 全玩起来 最后咱们把它整个打包 在欧洲全部收拾了 多好的一个小剧本啊 正常来说也按照这边走 但关键时刻 你就是这帮货太怂了 就是今天小三德的这个事 给我气叉 气口呛 我气叉气了 就是美英法德永远达成不了共识 永远是哆哆嗦嗦的干事 事不好就想撩干的 他们这几个货 现在就这样 老美也是 就是都他妈心没底 现在的主体战略就应该啥 北约集团这几个 这几个老大 美英法德应该带头 就得源源不断往里送人 往里送武器 最后扒了以后下场 完了战场 烧到波兰 烧到白鹅烧到整个波罗的海三傻 这样咱家才有的玩 在那边咋玩都行 对所以说 以这个战略出发点是没问题的 昨天七哥也说了 北约没有任何理由 不借机继续派人 继续往里送武器 这是必须这么干的 你就是从任何战略战术角度 也没有会后退的 因为你后退 乌冬就崩了 那整个乌军 整个上上下下 整个哪怕是北约 雇佣军的士气全干没了 那他妈一顿狠推 催苦拉朽啊 那他妈对他妈来说 全得崩啊 你这一点再重要 但是因为俄罗斯明显 没拿他们当个事 今天俄罗斯重磅消息放出来 听好了 什么事都没有这个打 这个事他妈给我吓一跳 前几天放风了 但我不知道这么多 听好了啊 159个国家 已准备好 在金钻国家支付系统上线时 采用该系统 此系统是剃除美国 撒死系统的替代产品 给哪一块划了这么多国家呀 这地球多大呀 玩毒的了这不是吗 前几天沙特的小萨拉曼 已经放出来了 金钻国家的支付系统 是绕过美元体系 全部按照自己的系统走 这是小萨拉曼说的 沙特实际上彻底抛弃老美 沙特的石油跟咱家全是人民币结算 但是今天重磅消息是干出159个国家 我惨 这不让老美活了 这直接掐脖了 掐脖老美给捏死 完了还有两个重磅 中俄武器管控 不扩散协议 这就是咱家9月1号上线 反制老美无人机 不管民用军用零部件的事 就是咱家的军事领域 西方一点都闹不着了 今天还有个炸裂 中国表示 已经准备好与俄罗斯 确保全球安全 咱家今天表示 已经准备好与俄罗斯确保全球安全 完了再加上管控武器不扩散 这两个释放的信息含量极其大 说白了 咱家的意思是告诉北约 你们悠着点 别整过分了 哎 我要让你们知道 中俄的战略伙伴关系 有多强 你们可以得散 别再千万别过分 第二 我们已经说了 我们武器不扩散协议了 因为全世界大部分 他妈生产的无人机都参加了 咱家那玩意上去 狂狂就能灭个国 你他妈 磕啥拦截呀 那他妈多少啊 所以说 这两点 再加上一百九十个国家 用金钻的支付系统 这是不是要把老美给嚷了呀 完了老美今天 爆出 老美 要接下来 爆发严重的经济危险 这几点 一他妈结合挺吓人 所以说 没想到走得这么快 完了 俄罗斯在被北约偷家的过程当中 这几天大地干了几件事 第一 联合印度 人民币结算 第二 联合伊朗 卢布人民币结算 第三 与咱家 武器不扩散 第四 一百五十九个国家 准备金钻国家支付系统 第五 最重要的 大地 访问 阿塞拜疆 明天 看了七个说明 我没说吗 这帮老公之二个 我都给网上造了 这种谣那种谣的 一会打到这 一会打到那 存是美西方的一个舆论战胜利 就是 美西方塑造一种 全打伊朗 脚踢俄罗斯的假象 实际上 这个事儿 里边有巨大的一个谋逆 就是八零后 引出八零后这张牌 如果八零后引出来的 那就是我预料到了 他们北约进去 是他妈给放进去 我当时说了 七个说了 这么大事 肯定俄罗斯不会故意往里放 但是从这两天的走向来看 这事儿很他妈蹊跷 很他妈不对劲 所以说的 所以说大帝第一时间 给八零后打的电话 昨天打的 八零后也给大帝回电话 所以说的 国际局势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明显 大帝去阿塞拜疆干什么 前两天上一股去伊朗 大家都知道 去完伊朗回去的时候 就踩一脚油门 到的阿塞拜疆 今天大帝又去了 阿塞拜疆要签署 一系列的战略合作 为什么没跟伊朗先签 偏偏跟阿塞拜疆先签呢 这里边学问大了 高加索不稳住 中东跟东欧 两边没法玩 高加索不稳住 那他妈这 让他们给 摘一头子了 七哥要先给你们图 给你们看一下 完了 我再给你们细讲这个高加索 高加索是极其重要的 上边是乌东地区 乌东地区乌克兰 通离海 下边是德黑兰伊朗 中间高加索 看见没有 这是俄罗斯跟伊朗的中间线 那上这干啥呢 我告诉你 伊朗的总统 莱希视察阿塞拜疆大坝 回来飞机实施 暗杀哈尼亚的导弹 从阿塞拜疆伊朗边界打过来的 这块谁呀 以色列在阿塞拜疆有驻军 前天撤走了 以色列跑回去了 所以说这邵伊古到达伊朗之后 在阿塞拜疆踩脚油 大地又踩脚油 以色列跟阿塞拜疆关系还是挺好 他俩还算凑合 但是阿塞拜疆主体是站到土耳其这边 以突厥为主的 但是现在谁呀 亚美尼亚叛变了 亚美尼亚叛叛谁了 跟法国美国走了 所以说美法现在在亚美尼亚 部署了电子战雷达设备监测 伊朗的所有动向 看着没有 而且法国极力援助亚美尼亚 要在高加索玩一个 釜底抽薪 这样就能阻止俄一的联动 所以说稳住高加索才能两线玩起来 这就是大地为什么先访问阿塞拜疆 跟他签署完协议才能跟伊朗签安全协议 而不是先跟伊朗签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当然了很多人不知道 七哥说这个港口咱家租的哈萨克斯坦 咱家从这边哈萨克斯坦这块也到离海 所以说这大三角现在在中亚跟西亚中间的离海 离海会合中俄一在离海会合 所以说这回对了吧 所以说呢 稳住阿塞拜疆给这块才能接来跟伊朗签 伊朗签完了 伊朗才能开战 在整个中东体系才能打 所以说这也是伊朗驻莫斯科大使召集的原因 说必须立刻马上跟俄罗斯签 实际上就在等这个口呢 等这个口现在就等这个事呢 所以说呢大地在被偷家的情况下 也得去阿塞拜疆先把高加索摆平 因为后院一着火 这他妈影响着整个战略走向影响非常大 所以说现在谁呢 现在的高加索谁压着 俄土一 俄土跟伊朗 因为大地要促进谁啊 促进谁呢 土耳其跟叙利亚 他俩要和谈 因为他俩断交了 他俩和谈之后 高加索这块被土耳其 俄罗斯 伊朗三家给夹着了 夹完了之后 土耳其跟叙利亚也和好 那接下来 整个格兰高地的战争 离以边境的战争 包括叙利亚的战争 内部的战争 包括以色列境内的战争 这个就扑完路了 就随便玩了 随便打了 所以说 必须被高加索先安抚住 因为亚美尼亚这货 判老美了 所以说法国对他支持 法国是跟老美 在高加索战略是一样 但是在巴尔干半岛不一样 巴尔干半岛老美想挑起来 法国压着 所以说塞尔维亚跟小法好 塞尔维亚 正是游行的时候 咱家借机到法国 开的一个法国巴黎奥运会的闭幕式 跟法国谈完了直接飞的塞尔维亚 所以说中法 中法两家压住巴尔干半岛 没法两家挑起高加索 那俄罗斯与土耳其 伊朗就压住高加索 只有这样才能两线接着打 听着有点乱 实际上不乱 实际上不乱 对 所以说从整个战略方向来看 大地这块是明确了 巴黎奥那个电话也打了 压住这儿 那接下来中东开大 中东开大 必须跟伊朗签完了才能开 完了之后呢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巴黎奥 就是七哥去年我预判 我提前预判了 巴黎奥从幕后走向前台 是七哥去年预判的 预判完了之后 大地跟巴黎奥见面了 在远东 之后大地又亲自飞的朝鲜 今年又见面了 完了又又是咱家签的 跟咱家签的中国联合声明 完了他跟朝鲜签的是一个军事协议 各方面经济各方面安全协议 签这个实际上目的就是等着 与北约开战那天 巴黎奥是高调的 合理合法合规的加入战场 为什么叫合理合法合规呢 因为欧洲的代理人战争结束了 什么意思 乌克兰一边凉过去了 北约与俄军打 巴黎奥就可以加入 这就是我说 如果北约后续再增兵 增加武器对俄本土袭击 巴黎奥必然入场 巴黎奥的入场 实际上就是欧战的一个起点 这是早就铺好路了 签的这个协议 咱家恨不得前年就跟白额 签了全天候战略协的好办 他们老骚扰白额 明白不 所以说 巴黎奥过去比白额那个要强 白额暂时就不动 不动的战略签制 对北约让他们非常疼 北约要是捅白额 咱家的咱家 那重装合成旅肯定过去 现在就是在啥呢 巴黎奥过去 以战略签制跟他们对 完了白额的不动 不动的能对他们 都能形成威慑 包括基辅 对他们都能形成威慑 因为他们的路路通道 都得通过这几个点 在前线 让他们不敢轻急妄动 如果他们挑衅白额 咱们就在边 咱们联合白额在边境演习 所以说呢 以先稳住白额 给他们迁到乌东战场 迁到这个战场 给北约集团 这样玩就有意思 而且他们 他们五个全得派兵 中亚五个斯坦 全得派兵过去 还有伊朗革命卫队 这个都得过去 所以说呢 以战略层面来看 我认为 七额的战略推演是 八年后先动 白额不动 白额不动 对了 就是以这个点 白额是最后动 所以说呢 不可能不可能 很多人都说 可能不可能啊 在我直播间 不可能的事多了 很多人都说不可能 唯有小乙还不可能呢 小乙干不过 哈马斯还不可能呢 现在干过了吗 这个不可能的事多了啊 战略走向上 一点不在偏差的 唯一偏差的 我预判这次八年后 如果没去 唯一偏差的 就是美英法德 怂了 不敢继续援助 进去的人 全被联合绞杀 要不然 四散 溃逃 就是不用八年后 就把他们给掀了 如果他们继续增兵 八年后 百分之九十九上场 记住七个对话 他必须的引起这个 以八年后前任 还是七个那句话 如果中美真的要一战 不可避免的话 那就在欧洲 给他们打包送走 对 那就在欧洲 给他们打包送走 就完事了 别的地方 都不用行 而且现在有一个点 北约不增兵 民主党必败 北约不增兵 民主党是必败的 在乌克兰内 一切利益全被剥夺 而且民主党大佬 全得被清算 从这个角度看 北约也要增兵 这是必然的 民主党 要民主党在乌克兰的 所有利益 包括拜登家族 全晚 全晚 所以说他们必须顶得上 要不然接下来大选更晚了 他们不可能在大选前 就被俄军给干绷了 他们必然往里增兵 对 所以说的 从这个整个战略方面来看 接下来的整个走向 北约必增兵 没有别的 他们怂不了 没有后退可言 既然干进去了 就不能出去 一旦被干出去 他们整个美西方的士气 包括民众 包括军队 包括政客 全得绝望 那样大地在乌东 平推了 这一点极其重要 竞选就不能让人给打出去 最起码短期不能让人给打出去 你直接给捞出去 那你就没有翻盒翻盘机会 哪怕是舆论方面都没有了 所以说的 接下来的整个战略走向 就是以这个方向走 就是以这个方向走 这也是大地访问阿塞拜承 当然了也没拿美西方当个事 阿塞拜承一旦定下来 高加索稳住 俄罗斯跟伊朗签署战略协议 伊朗在中东开大 进来 内塔尼亚胡已经不顾死活了 跟那个谈判的 谁跟谁谈的 以色列 哈马斯不去 我也在派代表 以色列跟谁谈的 跟卡塔尔 跟埃及谈的 让卡塔尔跟埃及给一顿怼 怼的怼啥呢 你他妈必须撤军 不撤军啥都免谈 内塔尼亚胡回来一阵吹牛逼 啊 加沙要结束了 哈马斯我们要清理完了 我要玩事了 自个还有点要找台阶的意思 哎 台阶他可以找 但是没人让他下 接下来很得狠干他 无论是哈马斯 珍珠党所有的 接下来在格兰高地 都得狠干他 台阶自个可以找 但你下不去 你内塔尼亚胡 你只能在地下 你不能在地上 无论是开会吃饭 内塔尼亚胡 现在都在地底下 现在都是 在地底下 今天以色列国防部长 又给老美的国防部长 那大黑胖子打电话了 老美说了 我时刻关注伊朗的动静 我们一定要做好防御的准备 嗯 整的挺吓人 完了 另一边说的 你得跟好好谈 跟哈马斯好好谈 他妈以色列说 我他妈想谈 那我也看不着 哈马斯也不他妈来呀 跟谁谈去 民主党是 还是个怂货 不想在中东下场 完了 想在欧洲 玩把大的 共和党呢 想不想在欧洲下场 想在中东玩把大的 那就看他俩谁玩的硬了 对 所以说呢 现在你玩与不玩 这些东西已经没有用了 就是和谈的所有路都封死了 没有 没有啥谈不谈的了 解放必须到底的两国方案了 虽然中国跟伊朗对待以色列上有分歧 咱家是两国方案实际上是保留以色列 但是也是决掉霸权了 那伊朗呢 就是很简单 给地球上把以色列抹掉 嗯 就是一个让以色列半死 一个让他全死 嗯 所以说呢 还是有点分歧 当然了 这个分歧不大 嗯 整体 整体来看 这个分歧不大 差不多都是焦白旗投降 都是焦白旗 所以说的 所以说的 这块咱家的 咱家现在是咋的呢 嗯 以咱家的战略角度 以战略两强的角度 中东必须得玩把大的 第一 大地那边呢 截点扣 第二呢 缓解咱家的整个亚太的压力 第三呢 嗯 最重要的是啥呢 两强必须在中东 这次把这个大鱼给它 整整整下场 中东要玩把大的 必须把石油资源 控制住 让石油 拿到石油 欧培克与俄罗斯石油的定价权 两强拿到定价权 金钻支付系统 支付 支付完了 再利用中东这个加油站 达成全球的石油分配权 这样一举把老美的美元 老巢给它挖了 第二 直接把美西方金融给它拉爆 现在只有这一个 先把它们内部拉爆 所以说呢 对于东方 跟俄罗斯来说是 必须中东得咳 但是还是七个人就换 伊朗也不可能 貌貌实实上去咳一下子 像以前那么咳 咱家肯定不干 俄罗斯大地也不干 啊 五五扎扎 当全世界发点炮弹 虽然打的挺狠 打完就拉倒了 那不行 这次没完 不能打完就拉倒 所以说这两强在中东 这次投入巨大 俄罗斯的各型大型运输局 狂狂我得黑拦走 咱这块中巴走廊啊 不管是从中亚过去 虽然没有报道 但是一定的那是 中俄投资 巨大巨本 第一 我保证你伊朗本土的防御 第二 这次必须给我大打 打的他们没有还手之力 或者是必须给我打到他们还手 完了 来一个围猎大乱斗 想他妈捅过一下子 不了了之 不好使 但前提是 两强必须跟伊朗签订一个安全协议 都万不得已 那就得两强来兜底 这个也是常识 也是正常的事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中东必须玩大的 而且是玩持久的 必须是在 离边境 把以色列的定居点 全部清除 现在以色列的定居点 被清除八万人 但远远不够 还得拿下戈兰高地 这他妈的太多事了 中东必须需要一场大的 咳完了 这场大的 这不是咳完了 看看老美的底线在哪 老美的底线在哪 如果他那边软了 完了 慢慢降温 最后达成两个方案 如果不软 那就正式两强 正式介入中东 给他干残废为止 要不然 要不然加沙 永无宁日 你他妈伊朗 也永无宁日 所以说中东大打 还是小打 与他妈伊朗 没关系 与谁都没关系 这个事就是老美 你下不下 两墙逼着你 你下 咱就干到底 你不下 犹太 我他妈吃定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现在 大地为了家都被偷了 还得上他妈的高加索去稳定局面 接下来他得给伊朗签署安全协议兜底 大型运输机 狂狂往德黑兰送 这他妈一切不都明摆的东西吗 所以说两墙这次是咬住了 不可能放了老美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必须给伊朗足够的安全 就是本土的防御能力 那就需要时间的 这个时间包括协议 不可能是你发点导弹打完了 老美那边压住以色列压完火了 是老美说的 我不用下场了 松口气 以色列 你俩行了 你俩有来有回完事了 咱中俄不想看到这种了 你他妈玩呢 你打他一个嘴巴 他打你一个嘴巴 你俩能不能 给我 正常搂个有来有回呀 啊 所以说这次不是听他们的 对 必须要打出 必须要打出 把老美的底牌打出 老美到底是敢不敢瞎 对 你必须把这底牌打出 要不然你这么挠眼 你让加沙这块多惨呢 咱光讲大国战略 那咱家呀 咱家是主持正义中 在全球主持正义的 咱家走的是王道 在联合国 劈头盖脸 咱们的骂以色列 就咱讲 给加沙主持功道 现在你妈加沙 你妈他们跟疯的是搞种族屠杀 你妈你伊斯兰世界 你干鸡毛吃的 你还不干 再不干你妈 我整死你 现在就这点事 实际上还有啥说的 只有这边开干 黎巴嫩地面部队 叙利亚这边 伊朗革命危队 直接干戈兰高地 你他们两个全得合 要不然你他们 你玩 要不然加沙百姓 怎么办 所以说呢 为啥大地要强制土耳其 跟叙利亚签计协议 这土耳其必须参与 对叙利亚境内的 反政府武装打 为啥让他打库尔德武装呢 因为叙利亚政府军 要干戈兰高地 防止这帮家伙 给叙利亚经理整事 那土耳其 押住美国的反政府武装 叙利亚才能放开手脚 干戈兰高地 那干的过程当中 前提叙利亚还有美军呢 所以说这两天 叙利亚天天干美军 一共就九百个人 叙利亚早就给包那块了 美国报道是不疼不痒 但实际上干死不少 应该是 干死不少 老美被敢吱声 对 所以说呢 先把叙利亚境内的 美军清脱 直接干 直接上他妈 上枪梭 直接开枪干老美 对 直接干美军 完了那边呢 土耳其押住 库尔德武装 叙利亚跟伊朗革命卫队 干戈兰高地 完了 黎巴嫩地面部队 干土耳其 完了东地中海 老美来 那就有大地威慑 东地中海的驻军 有俄罗斯舰队 地中海 还有伊朗的高超音速 不管是波斯湾 还是红海 东地中海 老美都在打击范围之内 都在打击范围之内 所以说呢 从这个战略方面来看 这布局早就完事了 这也是咱家交作舰绕那一圈 最后停到苏伊士运河 埃及的原因 现在的俄罗斯北方舰队 还他们恶守着 直播罗特海峡呢 还在阿尔及利亚呢 现在 俄罗斯的潜艇再一过去 核潜艇 波赛东杀再整过去 你们就渴啊 我就坐镇 对 所以说必须在中东 把老美吃上 老美看底盘啥样 不行 完了那边巴黎后 一旦组装起来 到欧洲 哇操玩吧 你们 玩得越大越好 玩得越大越好 不是咱们看热闹 不行事 都是咱们敌人 把他们推到 其他两个战线 干得越大越好 磕吧 磕这个天荒地老 所以说呢 从整个战略角度来看 这两天 老美的 被动偷袭俄本土 是前线顶不住了 二爷给以色列减轻压力 第二 中东 以色列暗杀哈尼亚 实际上是 十四个巴勒斯坦组织 最后一个中东的口子 缝上了之后 他跑到华盛顿 这是整个美国情报组织 给他提供的 美国打出这两张牌 实际上都是被迫无奈的 那要的就是这个 笑我 要么中东赖了唧唧的 啥意思啊 你不敢反抗吗 那接下来就玩大了 就完事了 所以说呢 当然了 地区国家嘛 有自己的想法 接下来说 伊朗再他妈强大 你在中俄美 中美俄面前 你还是个小卡拉密 由不得你有些事 对喽啊 所以说呢 干与不干 实际上你说了不算 对 就敢压子上架 你也得往上上 就这块必须解决 只有这一次机会 未来没有大国介入 没有两强介入 你伊朗是个丹啊 老美他妈 那沙特敢跟 那沙特早站老美那边了 整个他妈 逊尼派没站老美 不都是因为东方 给你撑着吗 这不明显是 东方又不跟你撑着 能行吗 而且你伊朗要不动 两强直接你绕过你了 直接指挥抵抗之湖了 要啥有啥 沙漠里啥都有 直接磕巴 几百万大军上去 捞结吧 但是不可能的 必须伊朗挑起这个头 这是必然的 这就是俄罗斯 伊朗签署战略协议的 直接运营 对 所以说这 这就是 以这个点 对 所以说 大家 一定要想 想到这里边的点 而且咱家在 东南亚的扫平 我操 太狠了 咱家上泰国养个席 我一搜 我的天 给咱们监系列一半 他那没搬过去 助推呀 我操 完了 夸下 他信归宁 直接干上总理 直接干上总理 现在咱空军在那演习 狂狂助推泰国呀 刚他妈当总理 今天把他信提前释放 以及五万罪犯 今天全部释放 他信回来了 所有权回来了 这次咱家是真狠的 是一点不给他们脾气呀 谁参合都不好使呀 卧槽 这么 我说这把军队的这么多 去这些干啥 一个小泰国子 需要这样演习吗 这他明白了 这回知道是啥事了 来吧 这几天咱家给东南亚 这家玩的 这个利索呀 缅甸 这个缅来 也收拾老实了 这 柬埔寨也OK了 泰国一上来 克拉 运河 我的妈呀 越南明天来咱家 老挝现在最得劲 老挝最得劲 吃香喝辣的 哎呦我的妈呀 泰国这块打通 要给这块再整起来 要这块 他妈一百公里运河 要磕起来 马六甲直接 叉叉叉 我你妈 这几天的动作也太狠了 这也太狠了 我昨天我说 怎么突然之间跟泰国演习的 整这么狠呢 这回知道了 全出来了 他信的 以及他一起的这帮人 基本上全出来了 泰国大变天了 彻底拿下了 彻底拿下了 他信是谁 他信广东人 他信以前前总理泰国的 之后流亡了 流亡英武啊 完了他妹妹当总理 最后他回来被抓了 现在他上任的是他女儿 他说 那是没有人 一顿威慑 实际上现在咱家军事四面出击 全是 我就是跟你说 咱家的战略实际上早改了 军事方面早就四面出击了 咱家的英吉利海峡 随便溜达 英吉利海峡 狂狂给法国英国 那是随便窜 现在 哎呦我的妈你敢想象吗 现在四处出击 什么阿拉斯加 什么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 这五五渣渣的哪都是 现在到处都把地 这各大海洋到处都是咱家军舰的 到处都是现在 就落啥磕没有用 实实在在的 别玩嘴炮你们 玩嘴炮没有用 我他妈应 咱家要硬上条子打草战场呢 听七哥啥意思不 东南亚打草战场呢 彻底把飞猴子孤立起来 随时拿他开练 感谢快手军事 大家感谢一波兄弟们 官方来了啊 感谢一波 啊 打草战场呢 飞猴子今天还跳呢 又整破船 我还想不发现人又说 中国不用担心 美国那导弹快要跑了 这货跟傻叉似的 我就发现他们这小国的 多少政客 没有正式家吗 他永远看不懂东方 东方要干啥事了吗 他们真的不明白 打草战场 整完了就雷他了 越南苏林一来 咱家底牌就得交给他了 如果他敢嘚瑟 那就来吧 多你一个也不多 大概率他是老老实实回去干干啥干啥 老实了 这肯定的 所以说以这一方面看 你要明白 他来 他捏住完了 就是个猴 就是个飞猴 这飞猴 接下来可就好玩了 这随便捏了 随便捏了 感谢官方 感谢官方 所以说 从总体的战略点 对 老实了 官方来推流 那官方来呢 就自带流量嘛 必于的 老实没几天 他蹦的一下子 不是 大家也要理解 越南嘛 认为是自己也是 也是一盘棋 他呢 也想在东南亚 在中美之间嘛 想捡点便宜嘛 他跟其他的不一样 其他小崽子不敢动 要不然就占老美了 这新加坡啥都不敢动 他 完了你这个柬埔寨的运河一挖吧 他挺憋屈 刚上来 所以说来 实际上肯定是谈事来了 挺憋屈 但是咱家 像七哥说的 咱家没有像以前那种套路了 咱家现在就是啥呢 我这么玩 你跟不跟 你不跟 你想跟谁 你告诉我 对 完了我该咋 对付你就打对付你 你要是跟 咱俩谈铁路项目 他不是说来要谈铁路项目 那咱就好好谈 你就跟 咱就玩 你要不跟你 你有啥张上 你他妈就屎 对 我还在乎你的吗 撒瓜俩枣的 多你一个能多哪去 所以说 他 行 他确实 他刚上来 这块就挖上了 这运河 确实是感觉 他挺 他感觉他挺被打脸 那他妈也活该 他宣布跟飞猴子演习 就是看 故意派两艘破船过去了 我演习跟飞猴演习 我看你东大 啥意思 你不要挖吗 我演习了 你演习 好 我直接挖 不等了 直接挖 就他妈挖了 演习没好使 那咋等了 那我亲自去吧 釜底抽水呀 这招太狠了 咱家对越南 控制他两个生命之源 一个是釜底抽电 一个是釜底抽水 完了 他完了 再蹦也不行 这个釜底抽水 七哥告你 挖深点 挖深点 咱们说了算 我再给你建个大坝 你再试试 想给你放多少 放多少 本来上游就是咱家 这头没事 我再给你停个电 一个水 一个电 你咋玩 所以说对 这个东西吧 实际上整他们 他们其实 越南小命都 这么掐到咱手里了 还得分呀 对 这玩意 上游本来 又是咱家呀 所以说 这玩意咋玩啊 所以说 整别的都没有用了 将来咋谈 无论像跟当时的 意大利似的 一带一路 我撒个小脾气 我退出 谁让你给 红利给土耳其的 退出 行退出 退出 滚毒胎 别我撒脾气 有能力你别来 前来前那女孩们来了 带着庞大的政商代表团来了 就是这回事 实际上 就是撒个小脾气 憋气 生个小气 没啥用 七哥 啥用没有 越南这个国家 七哥那天说了 整个近代史 实际上也他妈挺惨的 法国二战 以前是法国殖民地 法国二战交强投降了 法军被整跑了 小日本鬼子 把法军整跑了 二战结束了 日本鬼子战败了 小法支了起来了 小法明明投降了 回来还要干 还要占领越南 电边府战役这那的 在咱家之下 回来又干 完了不管咋的 我这干了很多次 干完了 法国干不过了 给美国也整去了 美国干 美国干完了 他给美国干了 新高七澳了 中苏帮他 选个老大 选苏联了 又不拿咱家 放在眼里了 美苏是老大老二 他是老三了 又被咱家一顿捶 捶完了 一直到现在 没发展起来 刚刚甩着制造业 还是咱家甩着 如果我这次 再蹦高 再蹦高 刷脾气啊 南海的利益 彻底没了 而且老美被清除 亚太那一天 二十一社计 越南 凉了 凉了 没有任何机会 他不敢占老美 你记住七个雷话 因为当年他也不是 没占过老苏 谁疼 谁知道 他再错过去 在咱家的多极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这个架构下 他要错过了 那 他生不如死 对 这你一道明白 所以说 他会趁机 搞点小事 耍点小孩脾气 或者是跟你要点筹码 但是不会像飞猴那样 你记住七个雷话 因为 越南不管咋说 他不是政客 越南也是一盘棋的 跟菲律宾完全不一样 菲律宾一直以来 实际上就是美国殖民地 小马克思 老马克思 小马克思 九岁时候跟着他老爹 逃到夏威夷的 实际上跟美国长大了 这一帮他不一样 对 所以说 他这块 得瑟归得瑟 上不了啥劲 没有用 因为中南亚 就是咱家吧 想给外部全解决 就是东南亚这块 必须脚底下 咱得整明白白白了 脚底下 不管是泰国呀 老挝呀 柬埔寨呀 包括越南 都一样 所以说 这块 大家放心 而且就是缅甸这块 咱们咋收拾 基本上别人插不上手的 别人都插不上手的 所以说 从战略层面看 这块没问题 当然了 飞猴子孤立起来挺好 拿他扎 拿他收拾他 飞猴子叫得越欢越好 咱们也是配合 完了随时能 来个杀鸡镜头 就怕他不叫唤 完了 赖蛤蟆叫唤 实际上赖蛤蟆叫唤 咱家脑瓜才疼 他叫唤 咱们能绕过赖蛤蟆 解决赖蛤蟆 他要不叫唤 赖蛤蟆天天叫唤 你说你收拾他 还是不收拾他 你一旦收拾他 你就停不下来了 对 对不对 你就得不 赖蛤蟆 他说啥 咱们当看不见 现在 赖蛤蟆咱看不见 咱是绕过他解决他 你要是动赖蛤蟆 你干就得干到底了 引蛇出动 全得渴了 连日本鬼子啥的 但你整他 你随便在南海 随便敲打几下子 打个几分钟 干陈他几艘 或者是给那个坐摊船 啥给他一炮 给他几炮 给他招了就完事 这玩意儿 谁谁他妈都瞅着 而且不是战争 这属于政治 是外交层面 所以说 他蹦的去吧 越蹦的咱借口也多 随时 他不蹦的还不好整呢 你咋的 你得找个货练练手啊 拿他引出小鬼子 后边是好整 但是赖蛤蟆这块 你就没法弄 你围上赖蛤蟆 代表就得开战 你围上 你不管是美日来 谁来 你就得开战 你就得干到底 因为你围上赖蛤蟆那一刻 你意味着必须得收负 那就得大干了 那人中东跟欧洲还没算大干呢 咱照啥急呀 等他整完呢 所以说呢 猴子这玩意儿嘛 老美看似用一个战术方面 让小国挑衅大国 老美在后边 给这小逼仔子撑腰 好像他主持正义似的 我联合国 我南海仲裁 我替小小 我这哈巴狗说话 老美这些套路吧 实际上不管用 完了呢 咱家呢 也借着这个猴子 反杀老美 整鸡眼了 到份了 时机啥都到位了 咱家很简单 把猴滴了出来 宰了 看你老美敢不敢动 老美最难的 实际上是咱动手 你动 你面临着在近海 跟东方开战 你疯了 你不动 老美 你能保护了谁呀 所以说呢 他整这些玩意儿 招点些没有用 还是七个人就晃 老美最终推的 就一个 鬼子 老美必须拿到 鬼子的一个 战时军事指挥权 老美在鬼子家 用大劲了 这种博弈很深的 岸田都架不住了 为了保命 直接滚蛋了 他滚蛋之后 鬼子家会在 中美博弈的过程当中 频繁换首相 频繁换 要不然也活不了 多长时间 要不然就 见岸辈 老美彻底 把小鬼子 变成战场 跟咱家干 小鬼子肯定 不干呢 你不干 你挣扎 老美就收拾你 收拾你 被鼻裂 你是要命 你还是要首相 那我他妈要命 他肯定是这样的 小鬼子 他虽然没有啥大战略 但这祸不蠢 他的战略很简单 他可以站出来 跟台湾呢 跟菲律宾 签署一系列 局势协议 但关键时刻 他还是想要老美 上 说白了 当岸田说出 东亚 他会成为 第二个乌克兰 那一刻 就意味着 日本鬼子 不想当第二个乌克兰 就这么简单 他自个说第二个乌克兰 乌克兰是个啥玩意儿 但是老美在整个东亚 整个印太地区 除了鬼子 没有了 棒子 那根本 八年后就给他推了 阿三 那不听话 阿三不可能听老美的 所以老美还偷延 阿三后院 给孟加拉都给偷了 关键时刻 阿三 你妈还得出兵 帮着俄罗斯呢 老美 菲律宾 飞猴子跟赖蛤蟆 这俩玩 他也不够啊 哪够当代理人呢 翻过来调去 就一个鬼子 对啊 所以说 亚太的鬼子 中东的以色列 欧洲的乌克兰 但乌克兰背后是小鹰 乌军战败 第一个黑天鹅 内部崩盘 那是英国 记住其恶的句话 记住啊 小鹰只有勒紧扣袋上了 小鹰家内部 快崩他奶奶的扫子呢 就是英国内部 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就是俄乌战争导致的 对 为啥 七哥告诉你 欧洲实际上 那个代理人是英国 东亚是日本 七哥给你画一下 我靠啥控制的 七哥给你画一下 美国二代后地缘 靠啥你知道吗 嗯 大陆平衡政策 英国是美国金融的 分支与替代品 金融体系 靠着他来控制着 欧亚大陆的法德 完了 他们渗透东欧 波兰 波罗的海三傻 以及乌克兰 逼着他们上 切割 完了 让他们当背书 实际上 他们是想利用前边 消耗俄罗斯 给俄罗斯支揭 完了 这边呢 靠鬼子 以前是桥头堡 对抗中苏 苏联没了 他给前面是对抗咱们 鬼子是美国的工业分身 工业分身 这是哪 这是亚太的东亚 这是哪 这是欧洲的西欧 还有一个 以色列 这是啥 这是欧亚大陆核心中的核心 全球加油站 看着没有 这块是世界第一大工业体系制造业 这块西欧是世界第二 这块是世界最大加油站 所以说这英国是欧亚大陆之外的岛国 日本 日本是东亚大陆之外的岛国 中东 小已是地中海控制苏伊士运河的 对了 这是美国的核心 就贪撒 就贪撒 这会明白了吧 一个是金融分支英国 一个是工业分支日本 一个是各个击破的石油 那这三个战线你看来看去 最后两强从哪下手啊 肯定是加油站呢 为啥加油站呢 加油站拿到石油的定价权与分配权 直接干倒美元 明白吗 肯定是拿加油站直接把美西方内部经济干崩盘 美西方里边除了老美产石油 几乎全你妈是石油匮乏 不管是欧洲还是日韩 全是拿到这个定价权 中东联合俄罗斯欧培客家 直接控制全球的石油定价权 彻底把西方干惨 完了 金钻国家货币剔除美元体系 这不已经剔除了吗 今天今天就爆了 这回为啥是中东 是战略核心的核心了吗 就咱家亚太这块不着急 咱家这根本都不着急 咱不是打仗能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干老美有很多方面 就是美女 对 咱要是打仗能一下解决问题 咱家还用废这事吗 什么一杀和解 什么你们烂马七嫂跟我又啥鸡毛关系 我直接给亚太我开楼去了 那不是你打仗短期就能解决的 你要把加油站拿到手啊 你才能探他们的核心呢 为啥说有 以色列这个鱼儿重要呢 就在这 只有他能把大鱼钓来 钓完了才能把大鱼彻底消耗 彻底征服 完了 要重新布置整个中东的一个战略走向 咱家的大基建全部杀向中亚中东 完了拿到石油的坏权 只有这样 所以说很多人 你看问题你要看明白了 东方的战略 感觉不紧不慢 实际上速度很快了 干霸权 老美这么多年 冷战之后 哇 他一日中天呢 短短从伊沙和解 俄乌战争 现在两年多 给老美干成这B样 你再说一个慢 你们一天是啥呀 咱们是处在历史当中 感觉这玩意慢 哇操 这局势都快到啥样了 你们没想到吗 对啊 太坏了 我这么说 俄乌战争之前 那都两码事 咱家发布反霸权习文 这咱家大台子 他们唱大戏 咱家扛大戏 他们扯虎皮 多长时间了 才两年多 一年多 实际上 真正的 从伊沙和解是节点 俄乌战争都不是 伊沙和解是咱们正式入主中东 到现在给老美 给中东献成啥样了都